提起作家林良 我们会直接想到他的散文集《小太阳》 这本陪伴大家一起长大的儿童文学经典 将用音乐剧的方式演出 安徒生与莫扎特的创意剧场 揭露了这本散文的片段 用音乐带我们回到过去 重新体会小太阳书中 在简单美好的生活里 所呈现家散发出来的温暖 一个你一个我 天上星星点点亮 林良的经典散文作品《小太阳》 第一次以音乐剧方式呈现 编剧巧妙串起散文篇章里的 时间跟空间 让原本描写生活里的小故事 在一首又一首的音乐作品里 带领观众重温家的纯真记忆 小太阳的这个作品 小的作品它虽然是一个散文 可是它里面的人物 好像又有一个连贯性 所以它里面的人物的成长 好像可以跟着阅读 一起经历那个成长 然后它主要的核心价值 就是在描述一个家的状况 时空重回60年代 电话和电视在当时都是 新鲜的高科技 这个东西实在没有道理 有笨有打 还有小门拉来拉去 黑白画面 有人都跟不听 模模糊糊 看着实在有个着迷 新闻报告 挂起小门休息 天气雨宝 拉起小门看得过瘾 今天也有雨 明天多雨时期 除了朗朗上口的歌曲 也别具巧思加入了rap 作曲家刘行成说 这是在排练时的突发奇想 虽然跟原作品的年代不同 但让作品有了不一样的欢乐气氛 不知道老公共能不能安全 像我在无家的烟囱 像在无家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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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意不可以不懂 我们会希望她除了 我原本设计的是一个比较传统老式的圣诞歌曲之外 希望它能够有一点点让人维持眼睛维持一亮的感觉 原著很简单 只有父母和三个小孩 音乐剧则让很多人演同一个角色 我们就用大家所有的演员都可以来尝试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然后让大家好像在玩一场伴家家酒一样 然后你站在不同的位置看这个家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长成最后的样子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过程 林良曾经说过当年她写作遭遇瓶颈 回过头来从生活中取材 因而诞生小太阳系列 经典传世散文 文学作品有时候厉害就是在于 它可以跨越时间的限制 你不管是在哪一个时间点 你念到了这个文字的时候 你心里自然就会有一个温暖的感受 像冬天很冷的时候晒着太阳 然后流着泪 可是嘴巴却露出微笑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或者一个欣赏这个表演的一个感觉 音乐剧小太阳将带领观众唤醒每个人心中 对于家最单纯的渴望